LITTLE BOSS 穿靴子的猫 一 墨房 驴和猫 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 几个人聚在墓地里 小镇的墨房煮死了 墨房主的三个儿子站在墓边 他们的名字是弗朗西斯 巴蒂斯塔和卡拉巴斯 我会想父亲的 弗朗西斯说 巴蒂斯塔点点头 我也是 卡拉巴斯擦了擦眼泪 愿他安息 兄弟们来到了墨房 父亲很穷 巴蒂斯塔说 他只有墨房和驴 我要墨房 弗朗西斯说 什么 巴蒂斯塔大喊 我最大 弗朗西斯说 我来接受父亲的事业 我要墨面粉 我要墨面粉赚钱 那我要驴 巴蒂斯塔说 我用它把货物运到市场去 我们合作吧 弗朗西斯说 我墨面粉 你运到市场去 巴蒂斯塔笑了 好 那我呢 卡拉巴斯小声问 巴蒂斯塔怂怂肩 父亲没有其他东西了 那我什么都得不到了 卡拉巴斯问 这不公平 弗朗西斯怂怂肩 你最小啊 就在这时 一只猫扑向了老鼠 哦 巴蒂斯塔说 我忘记父亲的猫 扑丝了 弗朗西斯 咧嘴笑了 卡拉巴斯 普斯就给你吧 他们俩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卡拉巴斯叹了口气 哎 穿靴子的猫 二 贫穷的卡拉巴斯 卡拉巴斯很穷 他的屋顶有洞 他的衣服有洞 他的鞋子也有洞 每天早晨 卡拉巴斯都在菜园里干活 你好 卡拉巴斯 巴蒂斯塔牵着驴走过 卡拉巴斯挥挥手 卡拉巴斯 看了看西红柿 哎 他说 一个西红柿被虫子咬了 另一个烂掉了 突然 一个苹果从路上滚了下来 卡拉巴斯捡起苹果 苹果又红又大 他舔了舔嘴 这时 卡拉巴斯看到一个人 推着一车苹果 他跟着跑了过去 您掉了一个苹果 卡拉巴斯说 那个人说了谢谢 你很诚实 卡拉巴斯去了小镇 他买了一块面包 突然 他听到音乐声 卡拉巴斯往咖啡厅里看 一个人在弹吉他 卡拉巴斯闭上了眼睛 多美妙的音乐啊 他想 旁边有几个人在聊天 你听说了吗 一个人问 诗人魔从山上下来了 大家都吓了一跳 卡拉巴斯 卡拉巴斯很害怕 诗人魔现在在哪里 那个人耸耸肩 没人知道 他说 诗人魔很可怕的 一个女人说 今晚我要锁好门 卡拉巴斯 卡拉巴斯赶紧回家 他也要锁好门 穿靴子的猫 三 聪明的猫 卡拉巴斯回到家 锁上门 他给猫喂了一点面包 啊 普斯 他说 要是有更多的东西 给你吃 就好了 卡拉巴斯开始吃晚餐 晚餐是一小碗汤 他又吃了点面包 很快 普斯就睡着了 冷风从门下面吹进来 卡拉巴斯给猫盖上毯子 卡拉巴斯数了数钱 那天晚上 他躺在床上睡不着 我很快就要没钱了 他想 我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早上 卡拉巴斯在菜园里干活 普斯在附近睡觉 一只老鼠跑过 突然猫伸出了爪子 他抓到了老鼠 普斯舔了舔嘴 卡拉巴斯惊讶地眨着眼睛 普斯没再睡觉 他想 普斯骗了老鼠 他很聪明 那天下午 卡拉巴斯又看到普斯 猫在干什么 他想 猫在菜园的仓库里 他倒挂在门框上 一只老鼠跑了过去 啪 普斯抓住了他 卡拉巴斯轻声笑了 这只猫太厉害了 他说 他摇摇头 要是普斯也能帮我找到食物 就好了 穿靴子的猫 四 普斯带来的另一个惊喜 卡拉巴斯在镇上 买面粉和盐 烧人等着卡拉巴斯数硬币 桌子上有一栏鱼竿 卡拉巴斯看到鱼竿 想起了普斯 鱼竿多少钱 他问 烧人告诉了他价钱 太贵了 卡拉巴斯想 算了吧 他付了面粉和盐的钱 就离开了 卡拉巴斯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 他停了下来 普斯是一只很好的猫 卡拉巴斯想 我想为他做点什么 卡拉巴斯跑了回去 他买了一片鱼竿 卡拉巴斯 卡拉巴斯走了很长的路回家 他的一只鞋破了 但是他笑了 他想快点把小礼物送给普斯 普斯吃完了鱼竿 他发出开心的叫声 你喜欢 我也很开心 卡拉巴斯说 晚餐后 卡拉巴斯又数了数硬币 每天硬币都在变少 我该怎么办 他说 我要怎么吃饭呢 普斯跳到主人的腿上 卡拉巴斯叹了口气 你真幸运 普斯 你没有烦恼 不是的 主人 普斯突然说 你的烦恼 就是我的烦恼 卡拉巴斯吓了一跳 你 你会说话 穿靴子的猫 五 给普斯买靴子 一只会说话的猫 卡拉巴斯说 太神奇了 普斯挥了挥爪子 说话太容易了 但是 你怎么会说话呢 卡拉巴斯问 这不重要 普斯说 我有个计划 可以帮你 卡拉巴斯盯着猫看 普斯很特别 他想 也许 他真的可以帮我 首先 我需要一个袋子 和一双靴子 普斯说 但不能是普通的靴子 我的靴子 要华丽 卡拉巴斯 看了看桌子上的硬币 我没什么钱 卡拉巴斯说 我买不起好靴子 普斯笑了 我的脚很小 靴子不会花太多钱的 第二天 他们去找鞋匠 我需要一双靴子 卡拉巴斯说 鞋匠看了看 卡拉巴斯的脚 他说了价钱 卡拉巴斯吓了一跳 普斯走上前 先生 靴子是给我的 他说 鞋匠 睁大了眼睛 会说话的猫 太神奇了 普斯耸耸肩 这没什么 普斯抬起一只脚 看 我的脚很小 鞋匠 想了想 只要几个硬币 我就可以给你 做一双靴子 太好了 普斯说 但是靴子 一定要华丽 鞋匠自豪地笑了 我会帮你做出 全国最华丽的靴子 穿靴子的猫 六 普斯的计划 普斯有了一双新靴子 他照了照照镜子 看起来真不错 他说 靴子很酷 卡拉巴斯说 但是 你为什么要靴子呢 普斯笑了 主人 我必须全力打扮 这样才能获得尊重 普斯拿起一个袋子 我很快就回来 他说 你去哪儿 卡拉巴斯问 你忘了吗 我有一个计划 普斯说 普斯走出门 卡拉巴斯 挠了挠头 普斯很特别 他想 但也 很奇怪 普斯在菜园里 拔了一根胡萝卜 他把胡萝卜 放进袋子里 接着 他就上路了 普斯来到一片草地上 这里 刚刚好 他说 他把袋子 放在地上 然后 躲在草丛后面等 很快 一只兔子来了 他闻了闻袋子 普斯 咧嘴笑了 就是这样 兔子先生 他想 先闻闻胡萝卜 然后 爬进袋子里 兔子把头 伸进袋子 他慢慢往里爬 普斯扑了过去 抓到你了 普斯快速绑紧袋子 主人可能想要晚餐 吃兔子 他说 但是 我有其他计划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